纽约的洋鸡队打进了世界大赛 而目前跟费城人队是一比一扯平 随着观战的王健民 他也针对职棒的迁赌风暴 首度的发表了意见 事实上在记者询问之前 剑仔是完全不知道这件事 他显得非常的震惊 不过他强调说 有很多的球员是很认真的在打球 希望球团能够好好的经营下去 打假球 现在吗 远在美国奋斗的王健民 似乎对于国内的职棒迁赌丑闻 丝毫不知情 可是都没有确定吗 检方已经就是有掌握一些证据了 听完记者的说明 王健民的反应是长叹一口气 现在听到是蛮惊讶 因为我都没有看到这个消息 可是还是有很多球员 真的是很认真在打球 对啊 就希望球员能继续经营下去 面对同样曾在大联盟努力的曹景辉 因为台湾就卷入迁赌遗云 健在也分析国内外球团的差异 很少啊 因为这边的球团就管得很严啊 就还有一些球队自己的那个 security警卫 对啊 就跟在球员旁边 知道国内球迷的失望与难过 健在也为大家打气 还是很多球员就真的很认真来打球 就在球场上都很 卖力的去打 就是有球员还是会受伤 对啊 可是每个球员的每个状况都不一样 但第一次听到迁赌消息 剑仔太震撼 最后不忘补充一句 希望是他没有 中提新闻方开余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